我是中国公民北京视频媒体最高的 比比斯马达 是一场自播 我去自播吃烧烤 去的时间很短 但是自播印象很深 山东老乡太热情了 自播老乡太热情了 全国各地到这来那些游客 那个热情劲 他是北京来的 他是四川来的 他是重庆来的 这边是田地来的 外地游客 哎呀还有很多大客车 大客车就专门到这个 富资赶烤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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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游客占了大约有百分之气势 是这个动作 这个酒店呢 就说你不一定根本就订不上 我去受光 然后去济南中间 不就是自播吗 自播呢 我就从那路过 我就去看一看 本以为不一高峰过了 结果当时一看 热乎不减 进城就开始堵车 全是到那吃烧烤 嘴着热乎就是 现在还是这样 小航边呼呼的往上烧 我第一站就炸到了八大局 自播这个地方 什么教育局啊 财政局啊 什么什么什么局 直能部门扎堆的地方 叫八大局 然后八大局搬走了 这里变成一个市场 这个地方 直能机构 扎堆 现在呢 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便民市场 这是最开始自播烧烤 啊 法原地之一 我去的时候 下午几点钟这样 三点钟左右 那还不是 不是吃饭的人 午饭刚过 晚饭还远着呢 但是就这样 还是有很多人在那烤 烤肉的香味飘过来 在自播最强烈的感觉 就是每个人的人 都有一种喜滋滋的 放松的 愉悦的表情 好多人穿成这样的T恤 你看 我今天那T恤怎么样 负资赶烤 25块钱 要买人家说 就有20 不是认出我来这样 认不出来 认出来都那么热情 你看在自播 你看那个吃饭的人 坐在一起 有一个人认出我来了 然后他旁边坐一个女的 对面坐两个女的 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一个人 带三个美女出来 吃可串 他怎么说 我们是拼桌 他们两个 不是和我一起的 一问都不是一个地方的 你看他们在一起 亲密无间 然后呢 这个吃烧烤拼酒 那种感觉 老外星怎么那么放松啊 每个人脸都喜滋滋的 如果你要问 他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鸡呀 羊呀 送到哪里去呀 送 这种感觉 还有一种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网络现在有人专门一条词 你要是唱 解放区的天 你说有这种感觉 有人就挑词说 啊 自博解放区 其他是敌战区吗 他会这么说 这叫找茬儿 你知道吗 这叫匠眼的 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在自博 的的确确有种 极度放松的感觉 在进这个八大局的 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上了他厕所 说那个自博的 那个机关事业单 被全部都敞开大门 让他叫随便进上厕所 我心里还是有影响 因为宣传 你就怕宣传 宣传说假话 冒高了 你这个机关代表 让进不让进 因为看是食品 什么什么研究 什么机构 我就试着往里头 一进门 接着一个大标语 厕所在一楼 什么什么地方 一进去 进门又拐 然后再往里拐 标着的清清楚楚 是真的 我用我自己的实践证明 人家没法写着厕所 随便用就在一层 导引牌写的清清楚楚 在自博 机关起事业单位的厕所 您是随便上的 而且那听说 厂也是随便停的 光这两天 你想想 他这种什么感觉啊 后来呢 我们就来到了 自博市政府 我看的办公楼 我一看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一个回了把机的 一个非常普通的楼 门口站的 不是武警 门口站的是保安 你拍照的还不管你 没人拦你 你知道吧 然后我站到那地方 我对着镜头 这嘚嘚嘚嘚嘚 白乎了一小段 旁边的一个小伙子 过来看我 有个十来米外 有一个姑娘 后来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你是来旅行结婚的吧 他说是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那姑娘 我一看是你女朋友 他说是 他说你怎么能看出来的 我这么老的 我可敏感的 当然懂得量子纠缠呀 你别看 这两个人呢 看着隔着很远的距离 可是呢 这两个人体态语言是一样的 注意啊 体态语言很重要 后来小伙子跟我合影 那姑娘还死过 就不过来合影了 新娘子吧 羞答答的 到滋伯来旅游 这边是青岛 这边是济南 济南青岛都不去 然后到滋伯来旅游 到滋伯吃烧烤 所以你说 滋伯这个现象啊 真是需要做 从各个层面来解读 旅行进会人生第一大事 带着准新娘子 到滋伯来吃烤肉串 你说说 这什么感觉 他们是安徽来的 那是这辈子 肯定过得红红火火 对吧 滋伯是个地级市 知道吧 滋伯这个办公大楼 你怎么看 你都觉得 跟全国这个级别的 这个办公大楼比起来 确实是有点 有点寒酸 寒酸的滋伯市政府大楼 成了一个现象 成了一个网红大卡地 一个政府办公大楼 成了一个大卡地 道理在 超卑星大楼之后 认为 自博烧烤能够活起来 和这个办公大楼 这个破旧的劲 大家的没拧着 办公大楼啊 上个世纪70年代 简朴啊 媒体呢 其实在自博烧烤之前 就多次报道过 说你看 自博是发展了 现在呢 70年代到现在多少年了 40多年了 这个大楼呢 还在用着里边呢 更加普通 2014年的时候呢 媒体就报道 自博市为大楼 办公大楼 称之为最美的办公大院 请注意啊 你的办公楼呢 豪华 在老百姓眼里边 这不叫最美 但是你的办公楼 变成现在 这么破旧的样子 老百姓说最美 因为你最简朴 所以呢 认为最美 这个办公楼啊 叫烧烤 这事活了以后 网络聚焦到 这两座办公楼 说这是接地气的办公楼 当地市民说 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建了这么多高楼 没想到市委市政府 这个楼还在用着 我们的老百姓 觉得挺亲切 有人在里面办公 他说虽然破旧 但是看到这样的办公楼 不但亲切 而且自豪 我想跟各位说 改革开放了 咱们有钱了 对吧 然后呢 很多地方把办公楼 改成和豪华 最亮的建筑 是我们市政府大楼 可不可以 可一 好不好 好啊 没什么不好 但是 老百姓住的不够好 或者一部分老百姓 住的不够好 你这个城市里边 还有学校的校舍 不够好 或者一部分校舍 不够好 办公楼 豪华气派 可不可以在时间顺序上 在时间轴上 往后挪一挪 你拖一拖 有什么关系吗 有什么事啊 你办公不就人 坐到里边敲着电脑 然后找人说说话吗 又哪儿那么豪华干嘛呀 你那么名贵的大理石干嘛呀 还有的地方 办公楼 门前的大广场 那大花坛 我去的有的地方 当然了 我不好意思提名字了 说这个广场 我告诉你 就比天安门广场 小几米 因为不能超过了 所以 the biggest square 一个 world 我们这只是比 那个角那边 一丁点 小米丘丘 这东西好炫吗 有什么好炫的 你说你这么一个 地级市 你把你的政府门前的花坛 搞得这么大 这么漂亮 有什么用呢 有人不能产生GDP 这个GDP和 自博烧烤那个GDP 自博烧烤所带来的社会的 这种变化 哪个更好一些 麻烦先说 自博看 你更亲切更好一些 这个道理 您认为讲得通 讲得通吗 自博留下了深刻意义 先说这么多 下请不再解决一个内容 好 好 好